各位好,我是彭慧珍 今天港股整體走勢仍然繼續上升 基本上就是承接上個星期的升勢 今天最主要的焦點仍然是在內銀股裏 當中我們看到上個星期升得比較多的股份 例如光大銀行或者一些交行 整體走勢這個星期似乎被第二梯隊取締了 但整個恆志在現在這個水平 內銀股的上升之後似乎要接力去到另一類股份 就是內銀股 看回內銀股做好 內銀他們本身的整體投資表現 亦都會在短期裏做得比較帥 所以都可以理解到 為何內銀升完之後 內銀也會隨之跟上 而現在看回恆志 基本上上升走勢未有變動 我們仍然繼續看著指數一步一步向上移 甚至是有機會目標升上去 是25,000到25,500點這個水平 不過現在去看回恆志的保利加通道 仍然高度有1,800點 基本上在短期裏面 亦都在這麽闊的通道裏面 很難是有突破的 唯有可能短期裏面 大家就先忍著一個比較煙滿的視線 那整個行指來說 暫且都只可以在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升到上去通道頂 25,000點這些水平附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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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